潜艇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要隐蔽性强 而AIP系统可以使常规潜艇在水下长时间的潜伏 比如说普通的潜艇可能一两天就要浮出来 而有了AIP系统可能一个星期十天 甚至于是半个月都不用浮出水面 把自己藏好以后 潜艇的另外一个优点就是突然的打击 因为它藏在水下别人看不见它 但是它通常主要的装备是鱼雷 而鱼雷打击的时候它由于水的阻力很大 所以它打击的距离比较近 速度也比较慢 而要打击水面上的舰艇距离比较远 而且要尽量的快速打击 这就需要导弹 所以印度强调要在它的新型潜艇上 就是加装布拉莫斯导弹 潜艇发射这种巡航导弹的话 一个是高速 一个是远距离 一个是精确打击 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更好的 使自己的常规潜艇发挥更强大的作用